他们的眼睛都是杜的 你知道吗 杜眼啊作为一个风险较低 且效果明显的入门级YM项目 我觉得性价比是真的很高 而且效率也很高 眼睛的形态改善呢 直接可以影响到整个人的面部调性 和整体的气质 所以很多明星的颜值升级之路啊 也都是从眼前开始的 那么今天呢 就来盘点一下娱乐圈几位杜眼 非常成功的案例 第一个呢 我们来先说张雨琪 她的那股娇称和妩媚之感 让她成为性感的代名词 而这恰恰离不开 她这双媚眼如丝的眼睛 但其实她的调整呢 可以说是很基础了 只做了重检这唯一的项目 她原生的眼力和眼间距 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极不明显的内双和坚韧的内眼角 和她的眼睛显得狭长充满攻击性 也显得有一点点精明和算计 而当加宽了眼睛的高度之后呢 眼睛的形状看起来更圆了 多了一份甜静柔和娇俏的妩媚 周冬雨的调整思路呢 也是如此 点到为止少而精细 只是稍微的加宽了一下 双眼皮的宽度 减少了上检脂肪 很多人都觉得呢 她一直都是单眼皮 是因为她的调整实在太过细微保守了 而这也是她的聪明之处 和美伤的体现 本身较弱较收敛的股市发育 和低量感的五官呢 让她的面部留白充分 有一种鲜薄的少年感 上检软组织的变薄和双眼皮的形态 更加分明 也让这份难得的少年感 更加轻盈和灵动 最后啊 就是我们的大前前景天了 说到她的双眼皮啊 大家一定会想到 她的悲伤拉大眼睛 最开始的时候 她双眼皮肚子太宽了 侵占了太多的眉眼间距 不仅没有让眼睛变得更有神采 反而让眼睛变得无神 显得肿胀浅质色 而她之后的双眼皮调整啊 就很有借鉴之处了 从欧式大平行 变成了收敛的开扇 眼睛形状也变好看了 当然除了双眼皮之外啊 她的内眼角 对她的眼型的改变 也是影响至关重要的 她原生的性和眼啊 虽然有明显的内眼角形态 但是眼力依旧比较短 内眼角的内腹呢 也没有完全暴露 遮挡较多 所以她的内眼角 并不是很好开 本身的眼间距没有问题 眼角形态的改变呢 无非也就是 非常谨慎细微的小小比例 稍微贵一点呢 就会比例失衡 显得精明又老气 但是她的内眼角呢 着实开得很不错 改变了她的风格 明年大气感增加了 形态上也没有失手 所以说啊 眼睛调整的成不成功 这几个成功案例呢 能够改善成功的核心之处 就在于她们能够 很好的从自身的基础出发 既改变了眼型 也保留了自己原生的优势 最后关于镀眼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短发年生呢 也是可以性感和可爱的 谁说女生短发 就一定要走中性风了呢 你看陈小云的短发 好像比她长发的时候 还要更甜美对不对 我最近也剪了个短发 好像很多些女孩说蛮不错的 但是看起来 也完全没有任何男性的质感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啊 是啊 发型修饰过后的三挺占比啊 以及具体的五官形态 都会对我们的整体风格产生影响 减短发呢 自然会减少头发对于下面部的遮挡 轮廓流畅 且下颌颈窄内收的脸型 更容易显出胶板温柔 而当轮廓有较为硬朗的线条时 下颌也较为宽方时 则会有一种清爽利落的少年气 偏中性风格 短发的形状选择呢 也对风格有很大的影响 像陈小云和我这种短发 虽然长度较短 但是注重对于颅顶的修饰 在用细碎的刘海 抹护发期限 着重打造的是头包脸的结构 视觉重心在头部 也拉高了上庭占比 所以这样不惊险的脸小 而且会带来一种幼态感 让人会产生保护欲 而像刘雨昕和陆柯然这种 视觉重心在脸部 所以发型呢 更多地强调额头的露出 即便蓬松高耸 也会流出发缝 露出眉眼部 突出了面中部的视觉传达 内脸成熟的气质 就由此呈现了 最后呢 决定短发风格的 还有一些五官的搭配 眼型啦 眉型嘴巴啦 苹果肌啦 这些面部细节都会有影响 拥有大而圆的眼睛 和小巧饱满的嘴唇的 女生剪短发啊 是非常娇俏的 清爽利落的短发 能够让五官细节 更加突出的同时 也能够放大这种可爱 同时呢 也能带出隐隐绰绰的妩媚 相反呢 较细长的眼睛和薄唇呢 五官本来就不是精致卦的 短发时呢 又露出了粗重的眉型 就更中和了女性气质 呈现了一份凌厉的少年气 走中信封的 刘雨昕和陆柯然的眉型 也是上扬且粗重的 如果用一层薄刘海 把眉毛形状隐约遮盖住的话 就会给人一种温柔又亲切的感觉啦 还有就是像我和陈晓云 这种苹果肌较为突出的 剪了短发之后呢 对下面部进行露出 并且呢 发型在额孽部的宽度 是宽于全宫的 还是蓬松的 所以整个人是往上提的 就能相应的削减 苹果肌的存在感 而长发会带来的垂坠感 额捏部的头发是平直的 就会进一步突出苹果肌 这会让整形感更为明显 不同的人呢 能够驾驭和适合的短发 其实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不同的人 剪完短发的质感 也是大相近平的 看到这儿 现在你知道 你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短发了吗 秋天或许是个 还有些陌生的名字 但是它惊艳到红毯的造型 很多人都会有印象啊 北方有家人 爵士而独立的味道 和红毯女神钟楚希 莫名的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清冷疏离中 又平闪着灵动之气 它们俩的调性结构 相当的一致 都属于骨骼体量 相对来讲比较大 五官量感的也不小 面部容积较少且低皮质 鲜薄的脸 但其实仔细看呢 又有很明确的细节差别 头型圆润且饱满 额骨发育饱满 整张脸看起来呢 软组之少 且比较平整 线条非常的紧致俐落 下颌内收程度也很高 外板位置呈现一个 非常漂亮的角度 内折进来 在拥有一些 羡煞旁人的好头这一点上啊 我觉得秋天和钟楚希 是不分伯仲的优越 折叠度高 加上大量感的五官搭配 成就它们的高冷 孤绝的同时 又兼具了入室的气息 眼睛和嘴巴呢 是重点体现的部分 它们的整体眼型 都属于很狭长的类型 但是钟楚希的内眼角偏锐 而秋天呢 则偏圆 所以钟楚希更多魅意 而秋天则更多的 无辜和纯真 丰厚饱满的唇形 也是极为相似的 唇形本身走势呢 又是平直的 唇形饱满 但唇角尖尖 勾落出欲望的同时 也有种不带任何 情绪的沉稳 鼻子呢 都不是它们面部的重点 表现的部分呢 也都绝对不拉胯 秋天的鼻子 生的不算精致 但是鼻梁虽然有高度 但是左右鼻翼软骨 相对来讲比较宽 鼻头呢 较为分散 少了点聚焦感 尤其是它的鼻骨呢 很窄 就会衬得鼻头更加显眼 相比起来呢 钟楚希的鼻子 左右鼻翼软骨 相隔的比较宽 但是它的鼻形呢 则表现得更为精致 扇根与眉骨的承接 也更为流畅 比秋天侧面的质色 钟楚希的纤细侧面 则更为精致 华丽感十足 同样高拳骨的骨饰呢 也是它们在红毯上 气场十足的基础 但是仔细分析啊 它们俩高拳骨带来的 确实是两种不同的质感 秋天的拳骨呢 升得懂事 位置呢很高 高却不大 拳弓平坦不外扩 也不影响面宽 不管是侧面 正面还是45度 轮廓线条的都很干净 平整感下 微妙的张力 又增添了几分棱角分明 这种高拳骨 加面中的扁平度 颇有几分张子怡 年轻时的倔强 不想轻易认输 中储夕的颧骨呢 因为高而徒增 胸向和吐气 下颌呢 因为外板轻微外翻 很容易带来木态 所以呢 纵观中储夕 出彩的造型啊 都是浓妆重彩的 用大笔墨 遮盖了骨骼缺憾的时候呢 它的美呢 是带着冲击力的华丽的 而秋天呢 则与之相反 面部特征的矛盾特性 则给它带来一种 总是置身事外的疏离感 又透着一股的灵气 让人忍不住啊 去想探索 面容的配比呢 常有相似之处 而UV之间的区别 却能区分出 截然不同的气质 现在你还觉得 它们长得像吗 过年回家前 你想做又不敢做 又不知道怎么选的 几个一枚项目 当然了我知道 今天有很多限局 可能因为特殊原因啊 也许是回不了家 出不了省的啊 那就不用考虑我的建议了 你们都懂的 戴着口罩 什么鼻子呀 下巴呀 面膝呀 之前种草 需要恢复器的项目 都可以安排上了 但是如果你能回家 你要回家 其实你已经七七八八 安排了一堆局的话 那么现在距离过年 大概还有四周的时间 我再掐指一算啊 差不多回家 要待个一周到十天左右 那过年那几天 就一定要刚好处于 你做的医美项目 最巅峰的那个效果阶段 所以呢 我根据医美的 见效周期 见效程度 以及恢复周期 这三个维度 来给大家做个排序啊 距离回家的前四周 最适合考虑的项目 就是两大类 一个是微创手术 还有一个是真剂注射 那么微创手术 我首推线雕 这个项目的恢复周期 其实最多就是三到五天 也就是说 做完之后的一周之内 通常来讲就不肿不痛了 当然我说的是 常规的PPTO线哈 月升线时间更长一点 创伤也更大一些 线雕在四周之后 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自然状态下的巅峰效果 紧直提拉 整个面部线雕轮廓 会变得很干净 有点年龄的姐姐们 会显得很年轻 有点肉肉脸 垂直感的妹妹们 会显得脸很小 这是距离过年回家四周 最佳的轮廓改善选择 那么如果想要调整一下 五官的话 或者是骨相的话 想无心中变精致的话 那这个时间段 最适合做的就是注射了 不管是硬度高的BNS 还是其他的注射材料 打打眉工下巴 或者是稍微增加一点 鼻辈的高度都是可以的 而且只要注射的相对科学 第五周 也就是你过年回家那周 你脸上的注射物 已经完全跟你的脸融为一体了 一般人是看不出来 你度了什么的 还有就是像瘦脸也是第五周 开始展现比较好的效果 所以可以这么说 增加立体度 精致系的最好方法 就是提前四周开始打针 做线雕 OK那么距离回家 还有三周的时间 你要做什么 就是有创的中胚层和光电皮肤 以及射频超声玻璃的抗拴仪器 这一周适合那种有点回不起 但是又不能太过量 同时起效的 周期需要三周以上的这样的项目 因此你就可以上一点重型皮肤项目 这个时间段适合 比如说做黄金微针 点震 波脱性点震 以及很高机能的水光 微针都可以安排起来了 因为本身有小的创面和针孔 所以这种项目 它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愈合的 同时它还需要时间来刺激 再生的新的肤质 呈现出来好的效果 所以通常是在治疗后的两到三周 刚好掐中你过年的时间 皮肤状态是最好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射频超声类的抗拴仪器 也在第三周可以做了 比如说热马脊 再或者超声泡 也需要大概这个时间开始显效 更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想去做其他相对明显的提升效果的 这种做手术的项目 其实恢复器不是特别够 而且抗拆仪器虽然没有恢复器 但是却需要一个胶原再生的周期 让它效果体现出来 那这个时候做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距离回家还有两周的时间要干嘛 我首推牛奶酸加光子嫩敷 或者其他的无创类的皮肤搭配 还有人不知道牛奶酸加光子这个王炸组合吗 这个是我2021年下半年的最爱 一个是它无创 几乎没有恢复期 见效非常的快 而且做完之后的一到两周 就是你的巅峰效果 牛奶酸它是符合酸 适合所有类型的肤质 里面的那个水洋酸可以用来抗炎 然后溶解脚酸 加强我们痘痘和闭口的恢复 然后里面的乙醇酸 可以软化波脱废弃脚脚 以及打开皮肤通道 让皮肤更容易去吸收其他的成分 然后还有那个乳酸是可以保持提亮的 所以这个牛奶酸它是不分肤质的 做完之后肤质会自然的变得很白白嫩嫩 反正我作为忙碌的大烂皮 真的是很喜欢这个项目 就是牛奶酸再配上光子 整个人会显得非常的亮白 皮肤也会变得很平整 我们会很粗糙 过年那一周的上妆效果是绝对有保证的 当然如果你是小妇婆 把光子换成什么超光子 超皮秒也完全没有问题 反正这周你就猫准那些无创的光点皮肤就对了 这是最好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到了最后一周了 就要回家了 我挑来挑去最稳妥最安全的 而且一点意料之外的那种一美护肤器都没有 且还能看到明显效果的 第一个 还得救 这项目绝对不是那种小气泡类的清洁项目 它真正最值钱的是那个三个步骤里面 那三个精华液它没有什么恢复期 然后皮肤治疗之后会变得很干净很通透 同时还会变得很柔软健康 那么这个项目也是一个提高妆效的一个buff 而且价格很划算 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像什么树敏之心导入精华液 也是相当稳妥的项目 比如说你导一些传病酸啊 玻尿酸精华液都是ok的 可以加速吸收的同时提亮肤色 还可以增加角质的厚度 这两个项目啊 我觉得你如果是混合皮的 最后一周可以all in了 那么干皮的话直接选后者 就是那个树敏之心导入精华 那么油皮的话选海贴秀就好了 所以过年前从头到尾呢 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那大家就漂漂亮亮回家吧